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 今集同大家更新一下澳門方面疫情最新資訊, 剛剛政府開了新聞發佈會, 講返疫情資訊,現在我們馬上看看他講了什麼。 首先,有一點應該大家都很關心, 就是珠海入澳門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是要多久呢? 現在根據澳門日報消息, 由珠海入澳門仍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, 有記者問到政府何時才放寬到七日一檢? 新頂醫院醫務主任戴華浩說, 鄰近地區、廣東省、深圳市等多個城市亦出現新一輪疫情, 預料這個疫情會持續好一段時間, 相信最近一段時間都未必可以再放寬到通關, 如果鄰近地方疫情緩和後便會再考慮這件事, 但現在暫時未有時間表, 他說有消息就會同大家公佈, 即是說現在他們預計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過關 而另外再同大家講講現在澳門疫苗接種率, 其實現在澳門新冠疫苗接種率, 已經達到74.5% 現在就同大家講講年齡段打疫苗接種率, 他說3歲以上接種率是76.4%, 其中20至60歲年齡段的接種率是超過9成, 長者方面60歲到69歲的是63.4%, 70至79歲的接種率是44.3%, 80歲以上的是17%, 小童方面3至11歲的小童接種率是5%, 12至19歲的接種率是69.4% 另外政府方面在回應打針的問題裏面, 他就說現在澳門還未需要接種第4針加強劑, 一般是等第3針加強劑打好才會打第4劑, 到時再考慮相關細節, 即是說現在未有這個計劃的澳門第4針對於。 另外關於開學問題, 教清局方面就說, 如果是疫情持續平穩的話, 將會按照原定日子開貨, 現在這個狀況, 疫情方面都已經相當之緩和了, 我估計應該都很大機會按照原定日子開學了。 今集就為大家更新一下疫情資訊, 大家有些什麼想說的話, 記得下面留言, 還有就是記得訂閱和點讚我們這條片, 我們就下集再見吧, 拜拜!